就是关于用户密码的管理 用户密码的管理 用户密码的管理 首先我们这里有一个案例 有一个案例 就是驱动人生 大家知道驱动人生吗 是不是专门做驱动的 对吧 他说从驱动人生的 APT攻击事件 看企业安全建设的误区 什么是IPT 就是高级的持续威胁 对吧 高级的持续威胁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是发生在18年 我们知道 一般现在软件 是不是都会有自动升级 对吧 大家会发现 是不是都有自动升级的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软件就是 通过软件自动升级的方式 向用户推送了后门病毒 而这个后门病毒 刚好就是我们勒索病毒的变种 对吧 所以导致 大家可以看到 受案用户的电脑受到感染 简单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效果呢 就是这种现象呢 大家看 其实主要的原因 大家可以看 它在企业运维的两大安全问题 就是弱口令和密码的复用 弱口令很简单 密码复用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一个是用了以前的密码 还有一种解释呢 还可以这么理解 大家用户使用相同的密码 还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我们在局网当中 很多台服务器 用的是同一个口令 对吧 是不是 这叫密码复用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拿到内网权限的时候 拿到一台主机权限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用到 比如说你拿到它口令 你可以用这个口令 尝试登陆局网当中 其他机器 那很多管理员 它会 很多台机器的口令 是一样的 据我所知 很多人都会这样干 对吧 就方便嘛 对吧 是吧 方便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事件 的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呢 你看 升级服务器 升级服务器 这个升级服务器 被内网机器 尝试过 SMB的爆破 SMB 是吧 我们知道 啰索病毒 就是我们的 那个17 010 那个病毒 主要用到SMB协议 是吧 嗯 但并未直接成功 你看啊 这里注意到 他讲到了 他说 他在进行 密码爆破的时候 我们说爆破的成功 主要起于字典 是吧 是吧 字典 那他使用了四位驱动人生公司员工的姓名拼音 作为用户名尝试 是吧 嗯 这就是我们做字典嘛 所以说用户信息的收集很重要 其中呢 还是一个什么呢 以离职约半年的员工 这些员工的岗位均为后台开发运维 对吧 呃 然后呢 我们事后的溯源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就是攻击者熟知这些员工 对吧 那很有可能 哎 攻击也可能发生来自内部 对吧 从暴露出运维人员使用自身姓名相关拼音作为口令的弱口令问题 导致攻击者在进行爆破时具有极高的针对性 好 那它爆破成功之后 然后呢 以这个为跳板机 然后呢 你会发现局网那种很多台机器的管理员密码是什么 相同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密码 是系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吧 小小的弱密码所引起的蝴蝶效应 足以让整个网络和系统安全策略失效 对吧 所以大家在平常应该是不能忽视密码的管理 好 那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去管理我们的密码呢 呃 当然 Linux当中我们知道修改密码的工具就是哪个工具 Parse Word 这个我们讲过了 那Window当中呢 Window当中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密码策略 大家应该理解 就是组策略是吧 好 怎么打开组策略 小伙似的知道吗 就是打开这个工具啊 gp edit.ms 对吧 组策略 组策略 对吧 打开这个组策略 组策略大家应该有了解 是吧 嗯 组策略呢 我们知道 相当于你可以认为 呃 其实组策略本身操作的就是注册表 只不过呢 它对注册表的操作 以这种图形化的方式 展示给我们了 使我们在管理系统 嗯 会更加的方便 那么在组策略当中 我们分为两大配置 计算机配置和用户配置 呃 其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计算机配置下面 我们 有一个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下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所谓的 账户策略 账户策略呢 其中就包含了 就是一个就是密码策略 对吧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的Windows的密码 都是密码最长使用期限是多少天 42天 对吧 当然这都是可以改的 就是说你过了42天 是不是密码要定期修改 对吧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密码 必须符合什么要求 复杂性要求 那当然在这里呢 你看我们应该 你可以去启用 启用 对吧 另外呢 我们设置密码的长度的最小值 对吧 最小值 那密码最短的使用期限 最强的使用期限 还有强制密码历史 密码历史 就是大家以前用过的密码 你比如我记住 六个密码 那以前用过的六个密码 是不能再用的 对吧 嗯 大家看啊 这就是密码策略啊 密码策略 大家看主要涉及到哪几个问题 一个是复杂性 一个是密码长度 最短使用期限 最长使用期限 比如说还有强制密码历史 等等 比如说还包括 最小密码长度的时刻 这是密码策略 第二个呢 还有账户锁定策略 这个账户锁定策略呢 大家应该也很好理解 大家就拿银行卡来讲 那如果不停地猜测你的密码 是不是如果连续输错几次 是不是就被账户就被锁定了 对吧 锁定大概锁定多长时间 比如锁定三十分钟 对吧 锁定一天 对吧 嗯 这主要防止账户的 对监对用户的什么 暴力破解 是吧 暴力破解 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啊 大家知道 嗯 这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密码策略 好了 嗯 那接下来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对 window linux当中 我们的密码策略 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啊 大家来看 我们可以这样去设置 在系统当中啊 呃 我们注意 我们有这样一个工具 有这样一个工具 就是 all the config all the config all the config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 我们的一些密码策略 密码策略 好 那这个策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样的 首先 我们看一下 all the config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配置系统的什么 认证 和系统认证有关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语法呀 all the config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些语法 一些语法 那从这里呢 我们应该看到 这里有很多的选项 有很多选项 其中呢 你看我们在这里 有这样一个用法 你看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能猜出来吗 什么长度 哎 对了 这个是最小的意思 最小长度 要是多少位 十二位 那这个呢 是吧 这个是指 你密码当中 至少 这个class class是类别 就是说 你的密码当中 至少要包含四类字符 对吧 我们平常密码 是不是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数字特殊符号 对吧 四类字符 至少要有四类字符 第三呢 这个呢 是密码中 每个字符 最多重复 两次 对吧 最多重复两次 那其实这个命令 在修改的话 最终是填在 对这个配置文件的修改 明白 好 大家可以先记下来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系统当中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对吧 你可以认为 这是它的配置文件 对吧 这是它的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当中 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找到这几个选项 找到这几个选项 这是这个选项 对吧 长度 最小是多少 9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选项 还有呢 mini class 对吧 这都没有设置 对吧 还有呢 mac repeat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我对这个命令 我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来完成相应的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 在打这个命令的时候 我们 再打一个窗口 odconfig 刚刚hub 首先呢 我们去group一下 pass 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样几个选项 最小长度 最小长度 好 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指令 odconfig 就是 你可以 这个命令很好记 这叫认证 认证配置 对吧 然后加选项 这个选项呢 我们拿过来 一个是最小 密码和密码有关的 最小长度 等于多少 我们试试配一下 我们把它收个12 对吧 这12 第二 密码的 最小类比 就是我 这个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你密码 至少要满足 大写字母 数字 特殊字符 对吧 对吧 大写小写 数字 特殊字符 四类 对吧 密码是不是只能是这四类字符 对吧 我都给你认识 有的 比如说 我认识是三类 那我认识是四类 好 Mac repeat 有这样一个选项 叫 pass Mac repeat 应该是这个 找到它 好 然后呢 我们加上一个选项 杠杠 杠杠 up date 加上这个选项 杠杠 update 去更新一下 OK 更新完之后 我们来试试 有没有改这个文件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去找到 我们发现 这有了吧 这是我们改的这几个值吧 对吧 是不是 一个是最小程度 repeat 是吧 我们改了三个选项 看到了吗 改的在这里改了 是吧 理解 那现在呢 我们来试一试 对这个命令啊 我们来回到这个用户 who mi 普通用户是可以改密码的 是吧 嗯 我这个密码啊 wiki 然后呢 password 如果没有指定户 某人就改当前的密码 是不是你在改密码的时候 要输入 输入自己的 对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 比如说你要改kq密码 是不是要先输入自己原先的密码 是不是都有这种机制 好 好 然后输入新密码 哦 那新密码呢 我们就来设置 比如说 我们设置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复不复合我们密码策略 对吧 应该是不复合 对吧 好 OK 密码与原来的 太相似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密码是小小啊 对吧 原来的密码是小小 好 那我这时候改一个 改一个 好 比如说 留 庆 与 at 3399 好 然后再加个感叹号 可以吧 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几位 这个密码九位 是吧 那这个密码也是一个复杂的密码 但满不满足我们的新的要求呢 好 试试 密码 密码少于十二个字符 是吧 是吧 看到了吗 说明我们的设置是有效的 好 那再来 比如说 比如说十二个字符 再加个 一二三四 这有十二个字符了吧 但是呢 我没有 没有什么字母 没有小写字母吧 是不是没有小写字母 好 复制 密码包含少于四 四个的字符类型 是吧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密码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我们刚才的设置是有效的 理解 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工具 大家一定要都去看一看 当然我们这个工具啊 没有介绍全部的选项 其实如果你看到 它的选项啊 还是非常多啊 你看了吗 在这 对吧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定义 对吧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 怎么去设置一个好的密码 复杂的密码呢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去介绍 生成复杂密码的方法 生成复杂密码的方法呢 首先呢 大家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这个工具 TipPass 这个工具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开源的工具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工具 TipPass 这是一个开源的密码管理工具 它不仅可以管理你的密码 就是你可以把密码放在这里面 你想一想 你每个人 一个人 你大概可能要记住很多个密码 那你可能记不住 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可以帮助你管理密码 但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密码就行了 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有备份啊 对吧 我有备份啊 对吧 我有备份啊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工具的作用 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 它是一个 轻量级的 开源的 易用的密码管理工具 对吧 易用的密码管理工具 那它不仅可以管理你的密码 而且可以给你生成复杂的密码 叫KeepPass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